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 今天的主题还在大优婆社第二十二集 小主题是鬼节或鬼月的真相 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 我们生而为人,是为了修行正德涅槃 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 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 自己还活着,还不是鬼的时候 赶快修行,赶快修功德,修波罗蜜 这样的话,最后一天 要往生的那天才懂得修行 懂得面对死亡 尤其是每天晚上我们在节目上 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呢 功德很殊胜 可以帮助各位早一点正德法身 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哦 我们先听一点佛法 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 鬼节或鬼月的真相 主事所教导的这句话 所谓的意思是身体中央的意思 谎是 这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 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 也是我们成功与快乐的全员 杰鲁希望自己成功和快乐 各位要常常意念身体中央第七处 这个修行方法是 佛陀时代诸佛主圣人 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 就是帕蒙昆天摩尼祖师 重新发现回来 教导我们而已 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 法圣师父时代 目前法圣师父还在 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 梦中梦幼儿园学校 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 就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 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 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 鼎礼感恩两位导师 教导我们修行静坐 感恩两位导师 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 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 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 简单轻松舒服地宁静在 身体中央第七处 当各位的修行境界 幼儿园毕业后 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 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 最外位是 医思跟文化 当佛教存入了哪个国家 就会入境随所 医思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里面理论实践和验证 是佛教的整体总不会变 所以各位要分清楚哪一块 是哪一块 然后把重点放在修行上 让自己在健康的时刻 赶快能验证佛法 证得法身 我们先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 自从天人帮吉古都章者 找回财富后 他就恢复以前的富豪地位 而且财富比以前 多了一亿八千万古钱币 当时 所未成立有一名 普通门 懂得看财运 巴利文教师 通过他的法门 能看得见 哪里有财运 这位婆罗们想 吉古都章者 便从后 不久就能恢复 富裕 表示家里一定有财运 所以他就打算 要去偷吉古都章者 家里的财运 他就假装来拜访吉古都章者 吉古都章者家人不知道 就很好地接待他 吉古都章者 问他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呢 这位婆罗们 赶快按照他的法门观察 找这里的财运 在哪里 结果看到了 财运在白吉的机关上 婆罗们 骗吉古都章者说 我有五百个学生 每天跟我上课 我们需要听吉的叫声 才知道时间 不过我家里的学院里的鸡 是乱叫的不准时 听说您的鸡叫的很准时 所以我想跟您要这只鸡 这个时代就送闹钟给他了 结果在这个时代来跟我们要简单 吉古都章者爱好不失 自己也不会看财运 所以马上答应 送他这只鸡给他 吉古都章者一开口答应 财运便移到重头的水晶球 婆罗们看见财运 从机关移到水晶球 所以又跟吉古都章者要水晶球 同样情况 吉古都章者一开口送他水晶球 财运就移到拐杖 婆罗们又开口跟他要拐杖 吉古都章者也答应送他拐杖 财运便移到吉古都章者太太的头上了 这时刻婆罗们就失望了 终于就把真相告诉吉古都章者 我有方法可以看见财运 今天来这里是想要跟您偷财运的 因为看见财运在机关上 所以才跟您要那只鸡 不过当您答应送我那只鸡 财运就移到水晶球 当您答应送水晶球 财运就移到拐杖 然后再从拐杖移到您太太的头上 我才明白财运是个人的东西 无法布施 别人也无法偷走 财运来自您的功德 属于您个人的东西 讲完了就告别了 昨晚谈到这里 鬼节或鬼月的真相 这个主题很特别 是因为有一位观众问问题 来听听看 台湾民俗有鬼月 就是农历 阴历的七月 这个月传说是很多鬼会被从阴间放出来 自由活动 所以有所谓的中原普度 也会有很多忌讳 想请问师父 第一 这些是真的吗 这个月 鬼真的会从阴间来到人间活动吗 第二个问题 就算不是鬼月 也会有人有卡阴的现象 民间说法意思是 身边或身上有鬼 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三个问题 记得师父有教过 一般来说 若不是直接往天界或地狱 人往生之后七天内 中阴森会在人间游荡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鬼 对吗 那么过了七天后 他就自然不会在人间 也不会有什么很古老的鬼 来卡人的现象 对吗 蛮有趣哦 不过要听之前呢 先听今天的故事 有一点点的关联 基督徒长者 有一个孙女 照顾她的佣人 做一个陶瓷娃娃给她 告诉她 照顾好哦 这是你的女儿 她就真的认为啊 这个陶瓷娃娃是她的女儿 所以整天带着陶瓷娃娃 我的女儿宝贝 不过她不懂什么是 女儿的意思 有一天 她不小心 弄破了陶瓷娃娃 一直哭说 我的女儿死了 别人 怎么安慰她 都无法让她 听止哭气 刚好那天 是尽在 吉古徒长者 家里 照顾她的佣人 就赶快 带她来找 吉古徒长者 吉古徒长者 就问 孙女说 你为什么要哭呢 用人 就告诉 吉古徒长者 详情 吉古徒长者 吉古徒长者 告诉她说 不要哭了 明天外公 为你 女儿 秀功德回向好吗 她就 瞪着眼看 然后就 注意听 接着吉古徒长者 就故意 讲 给 孙女 听到 在孙女 面前 共请 佛陀和 一百位 僧众 明天到家 供养 共请 世尊和 五百位 僧众 明天 到我家 来 为 我 孙女的 女儿 陶瓷娃娃 接受 供养 我想要 毁限 功德 给她 世尊就 静静 没有 讲话 默许 应供了 隔天 早上 世尊和 五百位 僧众 到了 既 孤独 长者 家 接受 供养 世尊 以 陶瓷娃娃 为 开示的 主题 简介 王者 和 再次的 家属 能通过 修功德 回向的方法 来 连续 关系 这个很重要 不过 时间 到我们 先 跟全球 大众 进座 抗议 先 夜晚的 黑暗中 也有 星光 祸中 也有 福 障碍中 也有 机会 透过 修 行 静 做 对 世界 现况 和 不正常 的 生活 感到心 烦 的 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 快乐 所以 现在 开始 请 大家 一起 闭上 眼睛 静坐 轻轻的 闭上 眼睛 眼睛 为 静下 舒舒服 服 的 闭上 眼睛 放松 整个身体 的肌肉 让自己 感到 舒服 没有 没有任何 部位 终身体 终身体 放松 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从脸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直到脚指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清净 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 是怎样 把伤害 我们心的 那些事 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 能送给自己的礼物 方法 很简单 把平常 到处跑的心 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 想象自己身体 是空的 没有任何 内障 就像 宽阔 空旷的 地方 放下 接引心 回来 安住在 体内 把心 轻松的 安放 大概 大概 安住在 肚子的 中心 或哪里 舒服 就放在 哪里 让心 轻松 舒服的 安住在 身体的 中央处 如同 羽毛 慢慢的 飘落 水面上 不让 水面上 产生 波纹 让自己 连续的 感觉 心 已回归 体内 轻松的 安住在 体内了 我们可以 轻松的 意念 自己 熟悉的 画面 比如 太阳 月亮 或 天上的 星星 内 内心 只有 那个 画面 心 才不会 回去 想 去担心 其他的 东西 静 静 舒服的 唯一属在 那个画面 如果 这个意念 不舒服 就重新 开始 或者意念了 却回去 想别事 我们就 简简单单 舒舒服服的 重新 开始 我们也可以 在心中 轻轻的 默念 什么 而 是真是善的意思 阿拉汗 是远离的 让人生 受苦的 那些 不清静的 东西 三马阿拉汗 即是净化 心的 正确法 让心 正得 人人 可得的 最轻 静 静地 我们要 我们要 继续 默念 三马阿拉汗 让 默念的声音 从我们 身体的 中央处 慢慢地 散发出去 心 才能 专注在 我们所 观想的 画面 和默念 和默念的 声音 当我们 天天 不停地 练习 我们 会 神奇地 发现 自己 也能 让心 指定 虽然 虽然 只是小 片段 的 时刻 每天 继续 做 直到 自己 能 自然 地 做到 如同 吸气 吐气 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 呼吸 我们 就能 训练 让心 远离 一切 不够 让心 清 清 透明 清静 透明的 这颗心 能 连接 内在的 清 净能量 防护 体外 所有 不清 净的 东西 清静 清静的心 将让我们 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 现在人类 所缺乏的 就等于 我们 正在帮忙 保护 世界 全世界各地 静坐 所产生的 清静气息 将三法 出去 将三法 保护 地球 维持 您 静在 清静中 它在我们 体内 慢慢的 产生 很 对 您 尊重 尊重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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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阿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 想象 内在 清静的能量 朝四面 八方 慢慢的 扩大 精静的 意念 此轻轻的能量 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 而却求人类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 和清静的能量 全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全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 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化为小苦 小苦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变成大乐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临过各国 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烦闷 和一些疾病 和一些疾病 让此清静的能量 回向给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力 脱离痛苦 灾难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 一些痛苦 灾难 愿此 清静的能量 渗透 人类 和众生的 身心 静化 人类 终身 和世界 不清静的六界 如同我们 正在 静化 这颗地球 让它 透明 如水晶 我 我 尊死 只剩下 清静 脱离 一切 污垢 无论外在的 新冠病毒 或内在 控制 控制 人心的 戒律 戒律 和道德 高尚的 新时代 人类 心中的 清静 道德 覆盖 传送 保护 世界 是世界 超脱 不清静 的一切 当我们的心 已经平静 快乐了 我 不得 无论 心中的 不得 多 不得 尊心 真正 我 尊死 sathamisapaso,sapapuddhanupavena,sapadmanupavena,sapasangkhanupavena,sathasothi,pavantutte,sulisitajya,jjigzo khangitakongtasadhu. 继续听吧. 师尊就开始说,不吝啬的人应该为往生的祖先和亲戚修功德回向。 在阴间的王者都无法再修功德了,只能等到接受在世的亲属修功德回向给他们。 我们修功德后,除了回向功德给祖先,也要回向功德给自己家里的天人,地居天人,宿居天人。 包括四大天王,第一层天的四大天王,因为他们四位也一直在照顾人世间。 像我们做晚客,里面巴力文就都包含回向功德给四大天王。 王者们和天人受到回向的功德后,都会发喜快乐,就脱离他们的痛苦,更快乐,更发喜。 施主们也会获得功德,所以两者都会得利益。 王者也获得功德,我们本身修功德。 自己是施主也会获得圆满的功德。 两倍功德,回向功德跟自己修的功德都有份。 亲属死亡不应该哭泣,会使在阴间的王者们跟着伤心,和更放不下。 所以,人死亡,苦力无法帮助他们,反而害了亡者。 因为人死亡,其天内就在人间,跟着迦人在一起。 他们可能在背后站着看家人,看到家人苦气啊,为他死亡的事啊,伤心苦气。 他就跟着伤心,就留恋了家人,无法离开。 就留在家里,共生的功德,才能真正帮助到王者。 因为僧众是人间的福田,智者们应该常常共生回向。 世尊开完事后啊,隔天早上,几个都长着的太太,听了很发喜。 哦,了解了,要回向功德给亲戚啊,我的祖先,我们从来没有修功德回向。 只有修功德,但是没有回向给祖先。 所以他就带家人共生,为祖先和天人连续修功德回向了一个月啊,各位大德,连续啊,每天一个月。 后来,波斯尼王,就是舍卫成的国王,来进见世尊问说, 世尊为什么僧众没有到我的皇宫应供了一个月呢? 世尊就告诉他,哦,原来是因为几个都长者那边发生了事情啊, 他的孙女把陶瓷宝娃弄破了。 几个都长者就为了安慰孙女就修了功德, 那我就这样开示,要回向功德给祖先。 所以他就连续供养了一个月。 波斯尼王听到了,就很发喜哦,直到答案后,波斯尼王也跟着为自己的祖先和天人啊, 连续修功德回向了一个月。 嗯, 各位大德,你看哦,光一个陶瓷娃娃破掉了。 全城人民啊,都有修到功德了,两三个月了,各位知道吗? 啊,连续修功德了三个月啊,所以就能回歇功德给祖先,给天人啊。 所以这是,呃,懂得趁各种机会来修功德啊。 一切,呃,尾机一定有准机,结odes有智慧懂得功德的人噢。 嗯。 我们回来这位观众所问的问题 这些是真的吗 就是鬼月 这个月鬼真的会从印尖来到人间活动吗 鬼月 我们要先了解鬼有三种 第一种鬼是人死后七天 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内的亡者 他的瘤魂就是我们所谓的鬼 因为人死后 他的肉身叫尸体 出去的灵魂的四人身叫鬼 人看不见 这是属于第一种鬼 第二种鬼是 有魂 有魂是 功德不够生天 没办法准事为第一成天 包括地居天人 也是属于第一成天 从人间地居天人 宿居天人 空居天人 到第一成天 这都是属于四大天王的管辖之下 因为有魂 他们生前少修功德 功德就不够生天 他的业障 恶业也不够 也不大到能下地狱 所以这种人 可以比喻成 穷人 没有钱 没有房子 到处流浪 叫做游魂 第三种鬼 就是地居天人 居住在我们家 或者是 在家隔壁 地居天人 看到后面这里吗 后面这位先生 所以当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鬼 都可以让人 感应到 他们的存在 我们就 会怕 所以 所谓 人 讲说 是鬼 有三种 这三种 另外要了解 在人间的 每一天 处处 都有很多鬼 每一天 而且是 处处 每个地方 都有 而不是要等到 鬼节 或鬼月 才有很多鬼 在人间活动 可为大德 就如同 父亲节 不是要等到 父亲节 才有爸爸 不是要等到 母亲节 才有妈妈 懂吗 到处 各户各家 都有爸爸 妈妈 等等 到了鬼节 或鬼月 我们该做的 不是祭拜鬼 而是 共生 回向功德 给祖先 天人 游魂 等等 应见官员 只在大佛日 停止折磨众生 一天 过了佛日 就继续折磨 他们 没有放他们 出来自由活动 除非是 他们收到 家属的 回向功德 所以 就这么重要 我们 我们 就知道 我们 主持人 心情啊 他们往生后 都落 印尖地狱 我们 不断的 回向给他 尤其是大佛日 供德 到那边 他们就可以 脱离 印尖地狱的痛苦 再来有问 卡因啊 尊边 或尊尚有鬼 是真的吗 哦 就是 人被鬼 父尊 就听这首歌 感谢 聖国 啊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没有前程公正三宝 心中没有佛 三种原因 人们时候会准准视为 付别人传送的鬼 卡尼 或是自己被卡尼 被别人付尊 被与云婧付尊等等 第三 人往生之后 其天内中因尊 会在人间游荡 这是我们所谓的鬼对吗 对 已经回答了 静坐摆问 中道的发现者 有一位居士问法圣师傅说 谁发现说 把心放在身体中央处 将让人类获得和平 为什么身体中央处这么重要呢 法圣师傅回答他说 正等正觉佛陀 自己发现中道 然后存成下来 但后来方法逐渐消失 直到一百多年前 帕蒙昆天摩尼祖师 精进修行 直到重新发现 正等正觉佛陀 在身体中央 第七处 正悟佛法的方法 祝师边学习 边教导别人 直到存成至我们 现在 身体中央处 非常重要 因为是中心 举例 举例 每一件事物 都有它的中心 或中央管理 例如 我们把东西 摆放在桌子上 如果放在桌边 就不稳 放在桌子的中间 才稳 每一件事的重要性 都在它的中心 如果想知道说 为什么身体中央处 这么重要 我们需要 静止在那里进去 自己体会到的 内在经验后 才比较明白 好过现在 听师父回答 师父现在回答 就是给你一个 初步的概念而已 所以各位大德 我们常常 复习法圣师父 所教导的修行方法 尤其是身体中央 第七处 假如各位想要了解 更明白的话 要每一天 维持静坐 用正确的方法修行 让自己能进入 总道 去验证一下 体会一下 到底 总道这么好吗 身体中央 第七处 这么好吗 今晚时间到 祝福各位和家人 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 一起送 主恩法轮经的功德 一起 静坐抗议的功德 祝各位和家人 健康无病 远离新冠肺炎 柴源滚滚 修行进步 正如法神 祝福各位和家人 晚安 明晚见 中文采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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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